好 杨维塔 别别别别 别哭 小点声 要不然又会引起其他地上的主意 你来干什么 我在镇上的时候 看见了余文旨的私兵 堂堂一个贵族 居然驻重兵于春回镇 我觉得这事肯定有蹊跷 所以放心不下就回来看看 你放心不下谁啊 你管我 反正不是你 杳黑他 我从来没想过 能看见你是这么开心的事情 你少耍嘴皮了 我不管你 你去哪儿 你等等我呀 你下山到底要干吗 地霎勾结余文旨 想对四十八寨不利 是我哥派我下山送信 去找救兵的 好 那我陪你去 姐姐 你不是说外面危险吗 你别出去了 这里由我来保护 你会更安全的 小男子汉 这里的大家 就交给你来保护了 姐姐要出去打探一些消息 很快就回来了 长大之后 要成为真正的男子汉 保家卫国 好不好 好 我去找我姐 你去找我姐 我一个人去安装送信 不行 你一个人去怎么行 我和你一起去 不行也得行 我看你还挺能打的 也不怕死 现在四十八炸 正需要像你这样的人 可是 还可是什么 我武功虽然不及我解好 但送个信 肯定没问题的 不行不行 这现在到处都是 地煞的手下 你一个人 如果被追上 你应付得了吗 再说 杨黑探 现在不是担心我的时候 谁担心你了 我是怕 如果你受了伤 四十八寨的人肯定会 怪罪我 对 是这样 别婆婆妈妈了 堂堂青云够主人 怎么就不能干脆利落点 去 了解 万事小心啊 万事小心啊 嗯 有人吗 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吧 别乱说话 去 开门 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吧 我 我也不怕 麻烦了 你 你 我 我 我 不 你 我 你 快生 我 你 你 拼了 我 你 你找错人了吧 我不认识什么四十八寨的人 大叔 请你帮帮我 小妹妹 你要去哪里 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在附近隐藏多日 早就发现这里的问题 今天碰到我们 算是运气不好 从山上密报 已悄然下山的人就是你吧 居然是来送信的 怎么会是白纸 你究竟在耍什么诡计 走 快走 祝您五福灵满 赶闻少侠服饰什么颜色的服务 在下并非行脚帮的人 只是有急事要找徐多重 伯格和阿斐 一定是为了保护我 才借着送信的理由让我下山 我要去找救兵 报告少侯 我们找来找去 也找不到李盛师兄啊 怎么可能 就算烧成交胎也能变得出来 会不会是掉下洗墨浆了 那 阿盛牺牲自己 你保住了那扇门 顶住了帝莎 他可连尸首都找不着 我们怎么向大当家交代 叶楚楚 等我回来 帝莎这帮狗东西 是 迟早有一天 老子要把他们赶尽杀局 大事不妙了 楚光 我们潜伏在四十八寨的暗庄 手下来报 四十八寨已经派弟子下山 去向周一堂求援了 他们的援兵很快就会来了 竟然有弟子成功下山 他为 andirates 要你把尸 Exactly 伦州 好看 是在喜末当家交代 你才会这样 火雷也你咬 我那 President 就是个衣服知道 他以外 用 usar自由工程 不能拿来 太担心了 就只能硬闯了 他现在余文芷的防御滴水不漏 既有私兵 又有迎风 硬闯 恐怕伤算甚微 谢妹妹 你不是说余文芷生性多疑吗 上次前期失误的事情 他肯定对扣单不进行 我听说喜墨江的后山 有一条隐秘的小路可以下去 那你为何不早说呀 我也是道听途说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呀 扣掌门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隐瞒情报 究竟是何具现 好了 初谷 现在不是我们自己人吵架的时候 大庄主还在山上被火油围困 周语堂的元兵随时都回头 我以为如果是那样咱们就麻烦了 所以现在当无知己事 您应该尽快派出您的元兵啊 深夜是人最搜解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再动手 我即刻派人上山 助沈庄主一臂之力 我即刻派人的元兵 周匪那儿有什么动静啊 自从他们在宗刺救了老百姓以后 便不知去向了 不妥 不妥呀诸位 对 看来我在这儿 看来我在这儿 已经不安全了